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鱼都要变肥了呢 甚至有潜水客说 因为潜水的人太多了 潜水时还得避开水下菜市场 台湾有多处潜水地点 如果潜水人口的话 应该多数还是会集中在中北部 那在大概九月份过了之后 东北长那边就不再适合潜水 所以潜水人口都会往海或者是往地道去 最高那边的整个生态的多样性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各方面 珊瑚礁啊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海里面的生物的多量 像这个来讲 都是在台湾这个海域里面算是最好的 因为这边的水都调理到那么潜水啊 拍照啊什么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建筑都很好的 搞不像说在墾丁或是在东北长 走走的确实就没有什么兴趣了 不过随着潜水人口增加 意外事故也增多 依照我们的冲击啊 事物发生纪律最高的 都是属于违反潜水安全所的 占了大概六成左右的比例 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单独潜水 下潜时要评估身体状况等 才可以减少意外的发生 动新闻综合报导